王正超这边走不过来了 赶快进城 什么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快走 走 走 走走 快点快点 走走走 走走走快点 快走快走 你别推我 快点 别推 快跟上了 快点快点 你怎么还不走 娘我饿 孩子太饿了 走不动 松手 娘 走不动也得走 经了御驾 少计皇上砍你的头 朕有那么喜欢杀人吗 娘 皇上万岁 娘 万万岁 怎么又是你啊 小的伺候皇上万万岁 你跟着朕 朕上哪儿你上哪儿 卑职不敢 卑职有罪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罪 卑职 卑职 你这个呀 溜须拍靶之罪 卑职一时口误 还请皇上恕罪 行了行了 还不快滚 是 朕哪 是最烦这种人了 烦魅上者 必定其下 不是什么好官 卑职 臣在 以后 别这样好不好 你累朕也累 是是是 皇上说的是 坐吧坐吧你也坐 是 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上 今儿想吃点什么呀 山珍海味还用来你这儿吗 还是那样 韭菜盒子 对对对 再弄点小米粥 熬烂呼吸啊 老哥的咸菜细切丝 再滴上几滴小沫香油 还是你知道朕的口味 就这么着了 得得 后面呢 上好吃啊 是 娘我饿 滚 这娘俩怎么回事 皇上 这女子是乡下人 没见过什么世面 刚才啊 给惊着了 皇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娘我饿 快跟我走 后面有的是吃的 管你狗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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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这孩子的脑袋上 头上落了根大草 那是卖身的草镖 卖身的草镖 李山长 你不是说天下太平了吗 这种事哪朝哪代 它都短不了啊 天才人祸 家庭变故 好了好了 快下去吧 快走 快点 等等 朕要问清楚 皇上要问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真的就是母女 要是拍花子拐卖的呢 这不能这么就从朕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啊 皇上 这您多心了 这一看就是母女俩 江湖险恶 什么人没有 就说你我吧 咱们把这衣服一换 这出来了 谁能知道 朕是皇上呀 你现在看看 我像吗 皇上 别说是脱了龙袍 就是光着身子 皇上的精神劲 跟别人也不一样 说什么了 啊 好大的胆子 你 你这是欺君之嘴 你知道不 不是 按说什么了 行了行了行了 快去忙回去吧 别耽误了皇上用膳 啊 啊 那吃的就是一个鲜 那是贵人的菜 现在应激的韭菜 那是大把哥 味儿也比较重 一个子儿两大块儿 那就成了穷人菜 你是不是以为朕没吃过韭菜 是不是啊 以前打仗的时候我们没少吃 我跟你说 多加虾米皮儿 细撒五香面儿 您真是行家 这都知道 真是体恤民情 细致如威啊 皇上万岁 万万岁 这就去 这就去啊 快去吧 这人真是啰嗦 他再多说一句 朕把他给善了 送到宫里当太监 皇上行动 有话慢慢说 你说说吧 你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皇上问你话呢 你瞪着我干嘛呀 你再这样的话 我可以致你一个 灭尸大臣之罪啊 行了行了李大人 还是我问吧 这女子 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就是亲妈 也不是什么好妈 真正的亲妈 能卖孩子吗 皇上 要不是实在没了活路 谁肯走这一步啊 谁逼的他呀 谁逼的 你说出来 朕给你做主 要说没活路啊 这话说的可有点偏颇了 我大明立国 皇上屡班人争 你说 有何苦处 说出来吧 说呀 你真是皇上 如假包换 民女来京城 本想 想干什么呀 现在还不能说 因何不能说呀 我想先把孩子安顿好 找个心善的人家 那之后又怎么样 拼得一死 撞告 撞告 又是个名告官的 那你到底要告谁呀 说呀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你告谁 娘 好饿 我要撞告皇上 大坦 还不给我拿下 娘 娘 娘 你醒醒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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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那女人醒过来了 吩咐刘芳 多给她预备汤水流食 吃完之后 让她好好休息 知道了 民女见过恩公 精神好些了 好多了 多谢恩公救护 孩子呢 老刘芳带着玩呢 这一举子 你知道你捅多大娄子吗 民女知道 你与皇上有何瓜葛呀 你又不住在宫中 如何能认识皇上 不认得 你不认得怎么能告皇上啊 皇上的亲事为非作胆 害死人命 民女从县 福到省一路告来 各个衙门 各个衙门都不敢接这状 都说我是在告皇上 明明血海其冤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也只好横下一条心 先打发了孩子 拼得一死 撞告皇上 撞告皇上 你这个案子呀 没哪个衙门敢接 那你上京城来 准备找谁告状啊 听说京城里有个刘伯温刘大人 不为权贵 敢作敢当 你面前的就是刘伯温刘大人啊 刘大人 您敢不敢接 你拎着血状 这状子我先替刘大人接下 如果我家先生实在办不了 我再还你 放 放肆 是太原长公主的儿子 正是 哎呀 难怪没人敢接这个案子 这啊 还是皇上未险之时 太原长公主 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 叫做王七一 日子过得清苦 嫁过去之后呢 身体又不好 没几年就死了 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 叫王庆 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是啊 后来皇上登基之后 念及老姐姐对他照顾有加 他就追赠这个王七一 我记得呀 好像是荣禄大夫领驸马都尉 给了份加恩的风露 没成想 从此开始 这个王庆就跋扈起来了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嗯 这个早年间呢 地方商也报过关于王庆的劣迹 可是当时呢 没人敢做主 这事呢 就禀报了皇上 皇上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刘忠不乏呗 刘大人 昨天 可是你自己大包大揽的 在皇上面前 把那妇人接回家去 是啊 你没想到吧 这 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是啊 连兄 你看皇上这还等着我回话呢 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这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 连兄 你看这叫什么话呀 皇上还说了 让李擅长跟我联手办案 您 什么 哎呀 啊 这可就麻烦了 如果我说她肯定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话 刘大人 你肯定听不进去 哎 你说说 要告朕的那个女子 是不是这儿有病啊 是有病 而且是病得不轻 我就说嘛 要不然也干不出 这么不着调的事来 你回去告诉她 朕不治她的罪 而且会派太医 给她看病 等病好点了 给她一笔安家费 刘伯文 你说 这算不算是人症啊 是人症啊 可是她这个病啊 恐怕太医医不好 什么病啊 太医都医不好 那太医都医不好的话 那她就等死吧 她 讲了自己的故事 那可真是 比斗鹅还冤啊 斗鹅冤 朕知道这个故事 那她怎么着 比斗鹅还冤 皇上想听听吗 讲 她自说